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走完了 譬如我一按停 我停了 它就会告诉我 我由这个距离 时间 速度 何时开始 何时停 我们刚刚走了 譬如1分钟 我们就剩下9个小时 59分钟 就是一个微保险的功能 现在买保险不一定要是一份保单 要补一世人 或者补一件很大件的事 而是叫micro insurance 很简单 举个例子 当我是跑步 今晚是跑5K 可能我只能买5K的保险 只是今晚 就好像你看到这几年有转变 就是旅游保险 它可能以前旅游保险是一年买的 但现在已经可以分开一日一日买 但是微保险可能再拆小一点 可以再是一个 我们叫bite size insurance 去买 就这样claim 这样背可能就不方便 因为手指远 Andy和William是一间 网上保险平台的创办人 而平台的目标客户 是一班对保险有另类要求的年轻人 现在市面上的保险产品 其实已经很饱和 可能市面有几十种产品 已经概括了大部分生老病死 或者一般的东西 但其实你想想整个市场 这样是会慢慢封订 而年轻的一辈可能35岁或以下 他们的消费模式 生活模式全部都不同了 即是说什么呢 其实风险会不同了 保险产品是用来承补风险 就以制作新的保险产品 去帮助承补新的风险 而新的一代他们的风险相当是小 不是小的 可能没那么紧要 是在生活上的点滴上面 他们认为微保险不单只可以 将保障期拆小 变相更加灵活 而保障范围亦都可以做得更加细致 可能去滑雪 其实很多时候 未必第一时间想 你会不会死 可能第一时间最紧张 是可能我miss了班机 可能我的滑雪板不见了 是全部都是一些很细微 对它很直接关系的一些事情 在那些方面 其实现在的保险产品 通常很概括 通常都是生老病死 或者是整件事很阔地去保护你 平台和不同的保险公司合作 透过收集网民的意见 游说保险公司提供更多 微保险的选择 无论是关于行山 还是去滑雪 投保人都有机会参与设计保单内容 比如这个就是我们的 你想到些什么 我们就尝试去保你 比如现在说 在市场上是没有网球保的 我说我们试试 你可不可以投票 去投一投这个网球 你是不是想去保呢 我们就说 其实当现在有38个人 已经投保这个网球 当我去到100的时候 就可以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你想要这100个人 我们就会告诉他们 保险内容是需要 用户想要什么 微保险的目的 就是希望将保障更加融入生活 而买保险的方法 亦都需要配合时代需要 传统的保险很靠人买 我们就觉得新世代 当然是用电子平台 或者我们的手机平台去买 而买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觉得 其实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要这么多填方案 填紙 问这么多资料 为什么不可以很简单 就好像下载一个手机的程式 一个app 这样download了下来 其实你就已经受保了 他们认为保险业数码转型 已经是大势所趋 当中的市场亦都潜力无限 在保险的行业里面 如果在6000亿的市场里面 数码化可能是1%都没有 当五年内 我们将1%可以推到20% 其实已经过了1000亿的 一个market size 只是一个这么小的香港 未计其他亚太区的城市 跳散这种极限运动 越来越受欢迎 从高空无重序下的快感 吸引不少人去试 在瑞士 就有探险家 将跳散的极限再推展一步 从全右太阳能推动的飞机 在5000英尺的高空跳下来 这部两座位的小型飞机 全靠机身的双翼 吸收太阳能力来推动 不单止不会排放温室气体 所发出的噪音 也会比传统的飞机少得多 多巴站从2014年开始 就发起一个名为 Solar Stratos的项目 推动以可载生能源 取代传统汽油 它早前已经完成 以靠太阳能推动的机器 在北冰洋探险 飞机器人 非常有意志 每个人都在上 而在安全 结果 超多的工程 这些游轻是非常有点 在游轻的游轻 游轻的游轻 尽能不能在飞机 可以传选 游轻的游轻 但做到飞机器 它有微妙的用力 我许是非常有点 在游轻的影响 因为这些游轻 我许轻的游轻 游轻的游轻 非常好,像很多事情所做的, 在文化中的文化中, 我们可以继续做的 用力,用车的航空间, 用车的车,没有车的车, 我们可以继续做的东西, 要有些人想去做的东西, 我这就是重要的事, 我这就是了一个人的航空间, 我设计很多人在这里, 我们看到今天, 当然,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航空间, 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航空间, 来我们就可以说明那个 towards impact 还能还感止 我认为都是最重要的